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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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愛永不失敗 我知道你心事永不更改 踏上這未知旅途我期待 你同在一路相伴不離開 你是葡萄樹我是侄子 你常與我同在 理了你我不能做什麼 你的自身愛所牽引我 尋回起初的愛 再次能明白 你的心意是要我 想做想要 線上奉獻操作起來總是卡卡的嗎 火把人讓我們一起透過以下操作方式 解鎖火把線上奉獻技能吧 首先我們可以透過火把教會LINE帳號 或是直接點開火把官網進入奉獻平台 完成這一小步 就已經跨出線上奉獻的一大步了 接下來我們要選擇奉獻專案類型 這裡我們先選擇火把教會奉獻 教會提供了三種不同的方式來奉獻 第一種永遠不會退流行的匯款 匯款後請別忘了填寫線上表單 讓我們可以將收據寄給您 第二種快速的單筆奉獻 只要填寫奉獻金額基本資料跟付款方式 總共只需要三分鐘就可以完成囉 然後別忘了要去繳費喔 最後一種奉獻方式是便利的信用卡定期定額 可以自行設定奉獻金額 頻率 以及自動扣款的到期日 系統就會按照您的設定 每個月自動扣款 減少您的行政作業 特別推薦給弟兄姊妹使用 火把人 現在就來奉獻吧 我覺得何一是 以基督的愛去看待和接納他人 我自己會覺得跟隨吧 我會用兩個字對齊 不是你的計畫我的計畫 是我們的計畫 第一次聽到何一 是永成哥去年九月 從僻靜回來 剛開始聽到就覺得好像 好像老生常談 好像常常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 哇 終於要來打大BOSS的感覺這樣 身為從好在教會長大的我 我覺得何一就是 喔 終於來到這裡了是不是 在何一的過程當中 要經歷許許多多的 像自己死 像祖活的那個歷程 近年來我覺得 教會經歷了比較多的事情 覺得每一個人可能 都有許許多多各自的想法 何一它不是一定要跟領袖 一模一樣才叫做何一 每次當我領受到教會的意象的時候 我自己會先在神的裡面等候一下 那神對於教會有教會的心意 但是我知道神對我的心意 會是在這個持續的後面 對於我而言神會期待 用我這樣的特質怎麼樣跟隨 永成牧師領受合一這兩個字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我還沒有sense到這件事情 我還是在想說 事情牧區需要什麼什麼 反而是成人牧區張開雙手 迎向我們 他說慣例啊 心意啊 我們要不要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自己在規劃出來 就發現有一些我們想要推動的 不管是成根也好 讀經也好 或者是禁止禱告也好 我們都會發現 我們是有共同的想到這些事情 我們也就是去相信就是 神透過跟永成牧師在講合一 神同樣把共同的一個靈 放在我們的身上 以至於我們在某些的月份 我們想要的推的是重疊的 那我們就會去思想 那與其這樣我們為什麼不一起 一起的力道 其實我覺得聖靈已經把這樣子的一個 意念放在我們的當中 滿核心的挑戰之一就是 如何在合一當中 不會失去自己 然後又或者是說 不會一直覺得自己在被迫 失去自己的一個錯覺 最難的地方是 我們需要聽懂彼此在講什麼 而不是只講完我們想講的 然後就覺得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會說我們希望可以把 屬天的價值觀用沒有很宗教的方式 帶給這世界上的年輕人或社區的 那可能幕區覺得我們希望幕區大復興 這兩件事情都好棒 但 嗯 但怎麼合一呢 所以就是你要聽懂彼此 在當中找出交集 因為我以前做防護員 我有跟他們比喻 其實防護員跟教練都是希望 選手可以有健康的身體 有好的表現 但防護員是怕他受傷 教練是希望他運動表現更好 這過程當中會有衝突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比喻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目的一樣 但可能角度不同 所以我們要表達 還可以用最適合的方式 而達到合一這個目標 可是如果我們不說出來 我們不刻意的去提出來 我們不刻意的去同工 去合作 我們不知道我們原來當中 有這麼多相同的部分 過去的我們常常就是 我管好我自己的牧區就好 我管好我自己的社親就好 他管好他的成人就好 誰管好他自己的學生就好 常常自己是單顧自己的事 新樣因為對捐款人負責 對董事會 對主管機關負責 所以我們通常是在很早的時候 就把年度計畫列出來了 那當牧區準備好 跟我們談年度計畫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在後面收尾的階段 很多時候我們為了要合一 必須要打掉重練我們的計畫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我們怎麼做了一個白工這樣 但是為了合一 值得 要告訴自己最值得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溝通 是需要練習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顏色 但是當神有祂的心意的時候 我們願意被使用的時候 中間的每一界就會點水 就是聖靈的水 運行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其實那個渲染出來 會產生新的顏色 而這新的顏色裡面 都包含原本的我們自己 但是卻又呈現了另外一個 神要呈現的美麗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聖經當中 就很清楚地寫到 是聖靈所赐何而為一的心 就是必須從聖靈而來的能力 而我們仍願意降伏在聖靈的帶領裡面 我們才能夠放下我們自己的私欲 以至於我們可以共同地接納 彼此的不完全 以至於我們才可以進入在 信任的體系當中全然的跟隨 去年很感動是 聽到很多社經或是成人牧區 就是為了幫助學生 也提供很多的資源 那我覺得我們學生雖然沒有錢 但總有他們能做的 不論是服務教會也好 不論是把福音傳到學校也好 我發現他們其實很多都 太專注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上面 既然我們真的是在教會選擇跟隨耶穌 我們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傳福音至神給我們的大使命 那這應該就是我們可以 共同完全不會質疑的一個目標 因為現在都有禱告小組嘛 鼓勵他們真實地把同學放在禱告中 然後鼓勵他們不是只有嘴上說他們想做什麼 而是去follow他們是否真的在學校做這些事情 可以的話在探訪他們的時候 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去做 跟著他們一起去認識他們的同學 然後陪著他們一起禱告 我們今年擔任大同共好聯盟的總召 號召15個組織單位 包括一些企業包括菲力組織 然後即將在十月的時候辦一場青椒市集在花博 也邀請教會可以一起來看看 這個社區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組織在關心年輕人 教會身為其中一員我們可以帶給他們什麼樣新的看見 我們也可以成為一個好見證 不只是要說什麼而是我們在共同合作裡面 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好見證 我們的神如果住在我們的裡面 當我們向著神對齊的時候 那我相信那個合一就在我們當中產生 我相信那個合一就在我們當中產生 我們睡覺的收集中 人的靈體 右下巴的在你身上 帶遠一點 在中南大的開式 但是我們起床後的 Allies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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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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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知你 你 我耶稣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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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使一通告宣唱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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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知道天上我们来划顾 高距离你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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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使一通告宣唱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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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知道天上我们来划顾 高距离你 我耶稣 Hallelujah 使得依着耶稣的表白大声的欢呼 大声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他 Hallelujah 高距神的名 高距祂的名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让我们这样大声欢呼 这样大声歌唱都是要来赞美你的名 主啊 不论我们在哪里 主啊 我们的心都是像着那独一的真神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你的名比天使更尊贵 却为我们来到这世上 谢谢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 使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 单单来敬拜这位柔美的主 奇妙的主 满有能力的神 你拥有能力的神 你拥有能力的神 你拥有奉族 祈祷的荣耀 请照顾现在基督里 祢的名字和荣誉 祢的名字和荣誉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祢的名字和荣誉 无人与祢相比 祢的名字和荣誉 主耶稣生命 祢不愿我们与祢格圈 耶稣祢从天降临 我在神中你爱更深厚 谁能将你我分离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无人与你相比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主耶稣生命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无人与你相比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主耶稣生命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主耶稣生命 我们的神它是 你胜过死亡 满字已裂开 罪与死亡 不再张狂 初天在炫耀 赞美你荣耀 以你从死里复活 无人难抵达 无人难想你 从今到永远你掌权 我多属于你 荣耀属于你 荣耀属于你 你的生命 荣耀 再次来宣告 无人难抵达 无人难抵达 无人难想你 从今到永远你掌权 过渡树于你 过渡树于你 荣耀属于你 你的生命 朝国万民 你的名字何等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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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无人的地道你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主耶稣神秘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主耶稣基督的神秘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无人的地道你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主耶稣神秘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主耶稣神秘 你的名字吗有哪里 主耶稣神秘 耶稣你的名字何等柔美 何等奇妙 满有能力 耶稣神你是全能的神 是那为养我们供应我们 全然丰盛的主 我们要更多来到你面前 说主啊我要单单来信靠你 仰望你呼求你 你全知全能全然丰盛的神 你全知全能全然丰盛 我曾经离你 我曾经离你话语不落寇 多想看见你在兑现承诺 一次又一次我执着等候 要自己相信 你从未忘了我 当我抬起头看见星空 想起你话语说有就有 你指头承诺 你指头承练所有心胸 心事如你 定不会将我走过 I'll shall die I'll shall die 你全知全能全然丰盛 I'll shall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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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赞美你的生命 我第一赞美你的生命 想起你话语说有就有 你指头承练所有心胸 心事如你 定不会将我走过 I'll shall die I'll shall die I'll shall die 你全知全能全然丰盛 I'll shall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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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赞美你的生命 I'll shall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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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知全能 祢的生命 好 一定要就在新年的時候 我們向神做一個禱告 我們現在情況如何 即使在這個疫情的當中 我們選擇定義來讚美祂 因為祂是全能的神 我們相信祂的全能 我們相信祂的意志 相信祂的恢復 相信祂的更新 我們來禱告 相信神還有加倍的恩典 賞賜給了愛祂 尋求祂的人 讓我們去同生靠一口來禱告 單單來依靠祂 就賴在我們神身上 單單來敬拜祂 Hallelujah 使得住我們在命裡 祂是全能的神 祂是餵養我們 供應我們的神 主要祂是那 彈領我們真正 出黑暗入光明的神 主要祂是那 讓我們不會再缺乏裡面的神 主要謝謝祂 主要讓我們再一次 將我們的眼目 盯近在祂的全能 盯近在祂的供應 盯近在祂是那 叫人生是在祂凡事都能的神 主要我們信靠祂 我們仰望祂 我們靠近祂 照當我們呼喊 El Shaddai 的手掌 我們說我們相信祂 我們信靠祂 求祂在我們生命中掌權 Hallelujah 讚美耶穌 El Shad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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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贊美麗的神明 在一次敬念來說 我第一次贊美麗的神明 Yes I do 我第一次贊美麗的神明 Hallelujah 最榮耀的掌聲 歸給全能的神 Hallelujah 感謝祂 感謝祂 我們再以更熱烈的掌聲 把一切的榮耀 送贊全能 歸給我們的神 Hallelujah 感謝讚美祂 感謝讚美祂 Hallelujah 感謝祂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一起以祷告 來到上帝的面前好嗎 明天就是除夕了 神的恩寵要在我們當中 無論你在台灣的各處 甚至在世界各地的各處 我們相信我們所愛的主 我們所敬拜的主 我們所仰望的主 是El Shaddai的主 是於全知全能 全然豐盛的主 要在我們的所在的各處 與我們同在 無論你是在中部 在南部 在北部 甚至你可能不在台灣 但上帝就在我們的當中 就在你所處的地方 好不好 我們一起同聲開口來禱告 讓在過新年的這個時刻 一個全新的恩寵 全新的恩典 充滿在你的家中 充滿在你所處的 每一個環境當中 我們一起同聲開口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謝謝你 極大的恩寵 充滿在我們的裡面 上帝你與我們同在 主要當我們回到 我們的家鄉的時候 與我們所愛的家人 同在的時候 上帝啊透過我們 透過我們對你的敬拜 神你現在就在我們家中 彰顯你的神迹 彰顯你的大能 彰顯你的同在 聖琳拉歡迎你 歡迎你 我們的家是屬於神的 至於我和我家必定 釋放耶和華這樣的恩寵 要臨到2022年的農曆年當中 主要從除夕夜開始 一直到整個過年 聖琳拉你澆灌在我們裡頭 讓我們真的知道 你那極大的平安 你那極大的安息 你那極大的豐盛 充滿在我們當中 感謝讚美神 替我們同心合一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我們可以再給上帝 一個熱情的掌聲 Hallelujah 耶 讚美上帝 讚美我們的主 Hallelujah 感謝主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host 大家早安 我是慕寧傳道 很高興可以在龍逆年的期間 跟大家一起線上主日 在這裡跟大家拜個早年 虎年健康快樂 Horley健康快樂 今天雖然是線上主日 但還是要來跟大家聊聊天 那稍後你可以透過 在YouTube的留言板上來 分享一下你對於今天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的題目 你有什麼回應或者是想法 那我們先掌聲歡迎 欣宜牧師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哇 欣宜姐姐的造型非常棒 非常的應景 大家逼的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要帶上去的 我覺得非常棒 而且還有你的姓氏在上面還不錯 好 那要聊的話題是什麼呢 因為明天就是除夕夜了 所以想問問大家和欣宜姐 請問你們家在團圓圍爐的時候 桌上會出現的一道菜是什麼呢 一定會出現的 在慣例牧師也就是我們 每次回彰化的時候會出現的 也一定有兩樣東西 一個東西就是火鍋 整個大雜燴一定又都在它的裡頭 各樣的青菜大魚大肉 都在火鍋裡頭全部的展現出來 火鍋料團圓的概念 是 真的吃到最後雖然都不知道在吃什麼 但是火鍋是一定要的 第二個就是一定有烏魚子 烏魚子 對 那個一片一片的烏魚子 其實我真的是結婚之後我才吃 真的喔 我才吃那個東西 我其實不是很明白它的意義 但每年一定會出現那個炸烏魚子 你們家是用炸的 對 一片一片用炸的 OK 好 那我分享一下我們家吃什麼好了 就是我們家一定會出現的一道菜 它有一個專有名字 叫做火腿烤方 好 它是什麼呢 對 它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它很像掛包的皮 然後它裡面會有蜜汁火腿 然後會有一個脆脆的一片東西要加進去 就是它是過年常會出現的東西 然後我們家非常喜歡吃那個 就火腿掛包的概念 對 火腿掛包 可是它是蜜汁口味 而且我一定要推薦大家 南門市場那家真的很好吃 OK 就我不是業配 就不用打這邊的電話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今年要不要加這個菜色 也可以考慮火鍋的部分 OK 好 非常謝謝欣依姐的分享 我們早上謝謝欣依姐 好 那祝福大家 在今年除夕的餐桌上 相信剛剛應該有非常多的菜色 在YouTube的留言板裡面了 所以鼓勵大家 你可以挑幾個菜色 來增加你過年團圓飯的魅力 OK 那祝福大家都能夠團團圓圓和家歡喜 那今天呢我們一樣 也要來歡迎在我們當中的 線上主日的朋友們 今天我也想邀請你第一次參與在火把 YouTube線上主日的新朋友 我想邀請你可以現在掃描畫面上 出現的QR Code 可以填寫表單 期待讓我們可以更多認識你 也讓你可以更多認識我們 那接下來呢 是農曆期間教會非常重要的報告事項 教會的安息樂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這段時間雖然各位沒有小組 但是依然鼓勵每一個火把人 讓我們可以在彼此相愛的當中 有更多團氣更多連結的時刻 新年期間也是最好可以下載新貼圖 大家拜年的時刻對嗎 OK 鼓勵大家可以下載一下虎年的貼圖 來互相拜年一下 OK 但安息樂其實更重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次序還有節奏 所以鼓勵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可以積極的讀經禱告親近神 相信你可以有一個更好跟神連結的時刻 而這裡也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教會的社群平台 有一個火把安息樂 屬靈不斷線合一 從我開始的線上活動 我們會提供大家2022年要戒除的八件事情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利用這個線上支援 向舊的我say bye bye 然後以一個新的我來迎接改變的生命 最後則是以絲鐵特會的資訊 這一次的主題是別讓情緒毀了你的努力 講員是企中心理諮商所 林氏立心理諮商師 以及新北市家庭教育協會的金鳳理事長 那時間是在2月26號 週六早上的9點一直到12點 在教會的附會堂 報名的費用是350元 歡迎所有的姐妹們可以踴躍報名 祝福你可以透過在這次的特會當中 學習覺察自我的情緒 活出一個更健康的生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信義牧師 來帶領我們奉獻 感謝主我們要一起來奉獻 讓我們真的是可以有像新的自己 來說嗨嗨 像舊的自己來說拜拜 那在奉獻的過程當中 相信上帝也在我們當中動工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上週的奉獻數字 以及我們的建堂進度 上帝的恩典一直與活把教會同在 所以我們先來分享一段奉獻的經文 在路加福音第12章33到34節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洲際人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 用不敬的財寶在天上 就是賊不能敬 蟲不能住的地方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裡 你們的心也在哪裡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 因為上帝幫助我們 當我們的財寶在哪裡 我們的心也在哪裡 無論在2021年 在過去那一年 你過得如何 你的經濟狀況如何 你的家庭 你的事業狀況如何 重點是在2022年 我們有個新的盼望 在農曆年的這個歡慶的節課 神有祂奇妙的作為在我們當中 讓我們真的帶著感恩的心 我們知道當我們的財寶在哪裡 我們的心也就在哪裡 在這個時刻 願我們帶著感恩的心 來思想 上帝要在新的一年 在我們的家中 在我們的職場 在我們的教會 在你的人生 以及你的侍奉 你的呼召當中 祂要行什麼樣奇妙的大事 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把感恩的心獻上為祭 給我們的主 我們一起來經歷奉獻的恩典 一陣成的心 相浮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 使我看見 一陣成的心 你感恩的心 一感恩的心 零首生命火水 從你而來的溫柔儼卑 一陣成的心 一陣成的心 零首生命火水 從你而來的溫柔儑卑 一陣成的心 出發成的心 一陣成的心 ray ? 一陣成的心 謠在你前 小聲 何的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何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你充满赞美 何的恩典 你尽愿在乎我 何的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何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你充满赞美 何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你充满赞美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这是何等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家人 重点是能与上帝一起来这样经历 上帝你与我们在这新年的期间 所度的每一分每一刻 上帝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投在 上帝这样的恩典 抽板 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真的知道 当我们在奉献当中 我们的心就在与神同在当中 当我们把我们的财宝献上的时候 上帝那极美的恩宠 就在我们心中真实的发动起来 真实的发生出来 因为上帝啊 你悦纳我们献得甘心乐意 谢谢主你来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看见你那新的作为 充满在我们当中 感谢赞美神 替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再给上帝一个热情的掌声 谢谢他带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奉献 感谢主 接下来呢 是我们本周的新年的主日信息 我们要一起欢迎有成牧师 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 他的题目是重新归零 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永成牧师 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今天是农历年的小年夜的主日 我想不管你在哪边主日 相信神要与你同在与你同行 跟你所有的家人在一起 那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重新归零 重新归零 那在1月中旬 我密集的上了亲密之语的一些课程 那老师一直要我们用三个数字来介绍我们自己 那我刚刚 就是今年可能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特別的一年 因为都是整数年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数字是60 60 就几天前我刚刚过60岁的生日 所以60是一甲子是吗 60 60是耳顺的一年 30而立 60是耳顺 所以60对我来讲蛮具特别意义 然后今年是我刚刚满全职服饰 10年 10年 我服饰满10年 那也是我离开职场满10年 那第三个数字是20 今年是我跟美玲师母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有三个十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义 那我想你在跟家人团契的时候 今年过年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家人跟朋友 或许你们可以用三个数字来介绍你们自己 每一次介绍都可以有不同的数字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重新归零 那我要念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在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13节到14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 来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 你与献上的每一位神的儿女同在 赐下圣灵的恩膏 膏膜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身上 让我们有能听的儿 有受教的心 也赐下圣灵的恩膏膏膜在你仆人的身上 让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心归零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华人特别有恩典 就是我们有两个年 刚过 其实新一年才刚过完 没多久不到一个月 那今天是我们的小年夜 明天就是除夕 后天又是一个大年初一 那我属牛的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60岁 那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次在过一个新的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些事情 可以稍微再检释一下 那非常非常重要 在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 神的儿女一定要记得 要忘记背后 一定要忘记背后 那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忘记背后 那忘记背后 不是靠我们自己多努力 我们有一些诀窍 那我们今天就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就是 我们可以好好的从过去这一年 这一年就是牛年 马上就要进入虎年 是吗 过去这一年是2021年 那马上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检释一下 在2021年是不是有一些事件 那如果时间有机会倒转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这个是 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 就是好好检释 过去这一年的人生事件 那我们是不是从过去 可以有一些学习 那我很喜欢John Maxwell 他有一本书 那本书就叫做 Sometimes we win Sometimes we learn 那因为好像没初中文书 那他的原文 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 有的时候要嘛 我们就是赢了 去年可能有一些心愿 你神成就你的心愿 恭喜你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你要多为主作见证 可是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好像事与愿违是吗 去年有些事情是事与愿违 那是不是 可是对神的儿女来讲 我们不讲失败 有些事情神没有成就 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就 不代表神不会成就 神可能要成就更美的事情 那我们不称它为失败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当中 有一些学习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当中 有一些学习 那如果有一些事情是 在2021年或者是在牛年 神成就 为你成就的 那我们可以向神感恩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想看 在过去这一年 有什么值得 我向神来感恩的呢 那比如说 以牧师而言 在2021年 有好多的感恩事项 我的母亲动了手术 每天是我们动的手术 神保全他们 非常的平安 那我们家老三 就是不是老三 老四三女儿 她顺利上了大学 然后去年 我们家老二 从美国回来 我看到我们孙女 虽然有疫情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段时间 可以在组里面 有些团契 那每个月有一个礼拜一 是我跟我们家老大的金星时刻 我们一起去看医生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有一些很好的对话 那我们家老三 就是我的大儿子 他在工作上非常的勤奋 那我看到他 看到他几乎是 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我看到他整个在工作上的态度 是非常值得我敬佩的 那小儿子 我最开心的是就是 他比我高了 比我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那在教会的当中 我也看到在疫情 在即便在疫情的当中 那神保守弟兄姐妹 十分的平安 十分的健康 那特别在疫情的期间 就去年的五六七 那时候我们在家上班 然后七月底 那时候回来教会 然后我们就开始 马不停蹄的做V1 这边的教会的装修 然后也利用疫情期间 弟兄姐妹不能来教会 我们就把电力系统 整个做健康检查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看到 在疫情的当中 十一奉献没有减少 十一奉献不只是持平还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恩典 那神也在第四季里面 让我们的健康奉献 到一个还蛮不错的 到九十几% 这都是值得我向神感恩的事情 然后我看到同工们彼此的连结 我们合作可以互动 可以越来越好 这都是我想向神感恩的事情 你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你向神感恩的呢 还有在第二个问题 我想要问大家的是 过去这一年 在牛年的当中 我有什么学习啊 是不是在过去2021年 我有一些事情是 我值得我学习的 那在2021年 我就给自己写下来 我看到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我一直在问神说 教会跟世界 世界的企业不一样 那到底怎么样不一样法 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 那在去年 其实我就更清楚了 神告诉我说 教会跟企业很多事情是一样的 因为只要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 所以教会也不会有例外 因为教会是 教会 教会里面不是圣人 是罪人的集合 所以有每个人都带着罪性 所以教会也会有问题 那不同的是 我们必须要以恩慈来对待 不是按照企业的法则 好像把人当工具 好像当做抛弃式的眼镜 用完以后就把它丢掉 不是 那不是教会 那不是教会 在以佛所书的第五章的23节 一直到27节 我要邀请大家看着PPT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读心腹记忆本的翻译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教会是他的身体 正如教会顺服基督 你们做妻子的也要凡事顺服丈夫 对丈夫来说 这意味着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爱自己的妻子 基督为教会舍命 用上帝的道把她洗干净 使她圣洁毫无玷污 基督这样做 是要使她成为荣耀的教会 没有污点 皱纹或瑕疵 圣洁而没有缺陷 得以呈现给她自己 去年有一些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 牧师 教会有问题 我在去年九月的时候 我就问神说 为什么教会会有问题 可是神就把这段经文给我 神说教会不会有问题 是教会里面的某些人有问题 所以教会有问题 跟教会里面的人有问题不一样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神的话语已经说 神要让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 是没有污点 没有皱纹 没有瑕疵的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不是教会有问题 是教会里面的 或许是有一些事情 跟你的期待不一样 所以不是教会有问题 我们需要在这个部分 有一些学习 那我刚刚讲的是 我们可以为过去这一年 其实弟兄姐妹 这次的年假很多天 今天是第二天的连续假期 你还有七天的连续假期 那你可以稍微做一下大扫除 可以想想看 在过去的一些人生事件当中 你有没有一些学习 比如说以我而言 我自己在上亲密之旅 这一次又被提醒 我在离婚的时候的学习是 我学习到 其实我没有智慧 我还有学习到 是说话最重要的不是内容 还有态度 还有语气 那还有 还有我在离婚的时候 学习是自己不会爱人 所以我需要去学习去爱人 那还有更重要的 其实是我需要跟那个爱的全员 就是我们的神 跟他连线 不然的话 其实我是没有爱的能力的 爱的能力只能从神而来 这是我在离婚时的学习 我就鼓励你可以在过去的 一些重要的人生的事件当中 可以有一些学习 那在箴言的15章的23节 生的话语这么说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 话何其时何等的美好 所以今年过年的时候 今天是小年夜 我想接下来从除夕初一 初二初三初四 你应该有很多的时间 跟你的亲朋好友相处 话何其时何等美好 记得话何其时何等的美好 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这叫智慧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2022年 牧师要再一次鼓励大家 要戒掉几件事情 我想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 在过年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用 拿出你的手机 照下这八个 那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讲到 是不是从过去一些学习 那从过去的事件 你不要过去的事件 你需要有一些学习 你千万不要 因着过去的事件 然后把它反射到是 我不够好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要记得永远 记得用神的眼光来看你 千万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件 对自己失望 永远不要对自己失望 那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 也不要想太多 过年的时候不要想太多 神不要我们停在过去 神要我们忘记背后 第二 有些时候有些事件 可能会让我们 对某些人失望 记得弟兄姐妹 永远不要对神失去盼望 你可能会 人可能会让我们失望 可是记得 永远不要对神失去盼望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在耶利米埃哥的第三章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样读 新普及一本的翻译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想起我的苦难和流离失所 我痛苦的说不出话来 丧失的一切令我悲痛欲绝 这可怕的时刻我永世不忘 然而一想到这点 我就燃起的盼望 上主信实的爱没有穷尽 他的怜悯永不止息 他的信实和其身广 他的怜悯日日更新 所以我们看十九节的话 你可以看到耶利米 他讲到想起我的苦难 他正在经历苦难当中 为什么 因为国破家王 他们被掳 被掳到巴比鲁那边去 那他说流离失所 所以已经 已经homeless 已经没有地方住了 那我有痛苦的 说不出话来 你可以看到 哇他是 已经痛苦到一个程度 是无言 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有话语可以形容 那丧失的一切 你看国破家王的时候 他丧失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让他悲痛欲绝 这可怕的时刻 我永世不忘 可是呢 21节是一个转折 他说 然而一想到这点 这点就是22节23节的 所以哪一点 我就 当一想到 当一想到神的时候呢 他就重新燃起的盼望 弟兄姐妹在即将进入新的年 虎年的时候 你一定要 不管过去牛年是怎么样子 你一定要去 在过年的时候去思想 神的慈爱 神的怜悯 你就可以重新燃起盼望 我们再来读一次 22节跟23节 来 上主信实的爱 没有穷尽 他的怜悯 他的怜悯 他的信实何其深广 他的怜悯 日日更新 他跟神的话语说得很清楚 上帝信实的爱 是没有穷尽的 是没有穷尽的 过年大家吃把费 还是要有节制 他的怜悯 永不止息 他的信实何其深广 他的怜悯 日日更新 不断在讲神的信实 神的怜悯 神的信实 神的怜悯 以至于我们今天 即便是在小年夜 小年夜的假期 基本上大家还是早起 起来主日 这是非常美的事情 是因为神是信实的 神是有怜悯的 以至于我们愿意信靠 耶稣 第三 在即将进入新的一年 弟兄姐妹 重新归零很重要 重新归零很重要 我想学生知道 学生很知道 你上个学期不管成绩怎么样 到了新的学期 重新归零 Reset重新来 那做业务工作的也很清楚 你说的业绩 长一点的话是每年归零 那我知道有些人是每一季归零 有人是每一个月归零 每个月看每个月的绩效 那绩效也是一样 上半年下半年 上半年多好 下半年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所以其实蛮多东西 人生蛮多东西是需要归零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知识可以累积 实力可以累积 经验可以累积 关系可以累积 可是我们心态 需要常常让它归零 好 我刚提到 今年对我来讲 有一个处字叫十 就是我全职服侍十年 那我记得我在2012年的2月1号 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侍 那当时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心态 我的心态要归零 我需要把过去的辉煌的那些过去 头衔光环成功 通通都Reset 按一个键 Reset 我需要重新开始 因为过去的不再重要 过去的跟教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就是菲利比书的三章十三节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再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 来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少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在2020年要接到八件事里面 我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活在过去 已经要进入新的一年了 千万不要活在过去 撒旦无所不用其极要我们活在过去 可是神要我们 神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所以你需要做一个选择 你到底要听神的 还是听你自己的或是撒旦的 神要我们忘记背后 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戒掉 就是不要活在过去 在《创世纪》的41章的50节到52节 我们看到约瑟 约瑟有非常辛苦的十几年 他被哥哥卖掉 然后一直在埃及 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被下在监狱的里面 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自菲薄过 他没有活在过去 他没有活在过去 就是他是爸爸最宠的一个儿子 可是他并没有停在那边 他继续往前走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1章的50节 一直到52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 来 荒年未到以前 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希尔纳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 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连 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因为他说 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丁姐妹你要记得 约瑟的两个儿子 他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 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连 这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则 就是他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 马拉西这个意思就是使之忘了 他已经忘了哥哥 让他受伤那个感觉 这个事件本身他没有忘记 他不可能这么健忘 哥哥把他卖掉这个事情 他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法老的大臣 护卫 护卫长 就是那个波提法 把他下在监狱里面 不分青红照白 这个事情他也不会忘记 可是他是忘记什么 是忘了受伤的感受 他没有让自己 停留在自怨自爱 自怜自毁的里面 他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 先有马拉西 才有以法连 先有忘了过去的那些痛苦 才有昌盛 所以弟兄姐妹宣告 大家在新的一年虎年 都可以虎虎身丰 在2022年 大家都宣告是神的儿女昌盛的一年 可是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要忘了 你要忘了过去的 不管是在虎年 牛年或者是在2021年的一些挫折 那些伤痛 我是在资讯业做了蛮久的 那我最早的公司 在一个跨国的电脑公司 那以前大型主机的时代 常常有的时候 客户会打电话给我们说 那个Daniel 那个我们系统怎么样了 我们一定说 你关掉重开 我们经常对客户说的是 当客户说 电脑出问题的时候 就是关掉重开 后来到了个人电脑时代 更是常常 大家常常看到有名的蓝画面 就是微软的蓝画面 就是蓝画面通常出现问题 会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记忆体错乱 记忆体里面的所有东西 已经错乱了 所以这个时候 通常你只要reset就好了 就是重开 重开机就好了 重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把电脑里面 所有东西都怎么样 归零 reset才能restart 要先重置才能重新开始 这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在一个 新的一年之前 我们需要重新归零 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 再重新开始 那当然有人会说 那reset restart 中间会不会 有些data就不见了 有些资料就不见了 有些资料该不见就不见了 有些资料该不见就不见了 那是什么 就是定罪自己那些感觉 对自己觉得不好的那些 通通都要挪掉 有些事情一定要让它reset 让它重新来过 所以在即将进入新的一年 进入虎年的时候 牧师就要提醒大家 你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是我需要归零的呢 有什么是我需要归零的 我鼓励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好 第二 我们除了忘记背后之外 很重要的是要努力面前 可是为什么忘记背后要在前面 因为你如果没有忘记背后 你是不可能努力面前的 你知道要努力面前 可是过去会抓住你的后脚 你想要往前走 你是走不了的 你会被过去的事件 过去的事件好像一只手就抓住你的后脚 你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 所以一定要先忘记背后才能够努力面前 好 我们再来读一次 这是菲利比书的三章十三节十四节 来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在过去这两年 大家看到新冠肺炎疫情 它叫COVID-19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是吗 所以从这个病毒是19年的年底就开始了 当然对台湾比较有感是前年的一月 就是也是在过年的时候 今年在过年的时候又弄得有点紧张 那可是这个病毒已经影响我们足足两年之久 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 还在影响我们 所以很多人被这个病毒会弄得好像有点不安 那还有在过去这几年 过去这几年人工智慧越来越发达 人工智慧 AI 我们说人工智慧越来越发达 那有些人就会担心说 那会不会这个人工智慧越发达 因为已经有人预告某一些职业未来会不见 未来会消失 当人工智慧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可能可以透过电脑 工作可能会被电脑取代掉 那有一本书叫做未来在等待的人才 那里面讲到说 接下来这个世纪 可能哪一些人才是最夯的 可能过去这几十年 一直可能觉得独理功课是最好的 可能未来在等待的人才好像不大一样 那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可能有人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说 我不是其中之一 就开始担心了 那当然还有 有人最近有弟兄姐妹买了车 那买了车 现在车子几乎都有自动驾驶 基本上现在车子几乎都有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的功能 那就有人会想说 那以后会不会如果做计程司机的 或者是什么代价的 会不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 大家想都是一样的事情 然后还有在美国已经开始用无人机 他们已经试着用无人机 来送货物到某些人的家庭 在某些州已经开始做这个实验了 那这个在物流业 如果真的是有无人机可以直接送货 突破法规的话 那这将是一个革命 那当然就会有很多工作 又会被消灭掉 那最新最夯的议题叫做元宇宙 元宇宙 那元宇宙就把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像什么VR 虚拟实境 AR 把很多东西都串在一起 那这些名词就把它 把大家弄得目眩悬疑的 就让大家觉得说 我这些都不会怎么办 所以牧师在过年前 就要提醒大家 就是弟兄姐妹 不要为明天忧虑 请你不要为明天忧虑 圣经里面讲不要为明天忧虑 讲的其实是不要为未来忧虑 不要为未来忧虑 因为未来在神的手里 未来在神的手里 所以神的耳里不需要忧虑 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31节一直到34节 神的话也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因此不要为这件事情担心 说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这些事占据着不幸的人的心思 你们的天赋 却早已经知道 你们所有的需要 你们要以追求上帝的国 为重要的事 过公义的生活 他就会赐给你们一切所需要的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今天的烦恼 今天担当就够了 所以弟兄姐妹 绝对不要让恐惧 让那个惧怕瘫痪我们自己 我们要相信神掌权 神一定掌权 不只是过去掌权 他现在也会掌权 未来他也会掌权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 记得我在2019年的7月 接任主任牧师的时候 神国有段话语是在约苏亚记 约苏亚记 当时约苏亚 正承接摩西的死灭 摩西死了 摩西死了 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人 那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在旷野40年的当中 与以色列人同在 那神透过摩西行的很多神迹歧事 那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摩西死了 那约苏亚去接摩西的位置 那当时神给我这段神的话语 在约苏亚记的第一章5到9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在你有生之年 没有人能够抵挡你 因为我要与你同在 就像我过去与摩西同在一样 我不会失信于你也不会离弃你 你要刚强勇敢 因为你要带领这些民众占领那地 就是我向他们祖先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所有土地 你要刚强 要勇敢无拒 要谨慎听从摩西 给你的一切训会 不可偏离左右 这样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成功 你要不断研读这训会书 昼夜莫想 切实遵行 书中所写的一切 只有这样你所做的一切 才会兴旺成功 你要刚强勇敢 这是我的命令 不要惧怕 也不要气馁 无论你往哪里去 上主你的上帝都会与你同在 当时我的情况就是战战兢兢 跟约束人那个时候很像 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的时候 我就每一天 每一天我就看这段神的话语 他说在你有生之年 没有人能够抵挡你 因为我要与你同在 那我就觉得这个话 让我自大有盼望的 就像我过去与摩西同在一样 然后第六节 你要刚强壮胆 第七节 你要刚强 要勇敢无拒 第八节 第八节你要不断的 研读这训会书 当然就是神 神要我更多读圣经 作业默想 切实遵行 看到关键字 就是切实遵行 书中所写的一切 当时我就问说 上帝啊 我在七月 我对七月的了解 比对教会的了解更多 为什么你会找我来接这个位置 神说 因为你在七月更久 所以你很知道 你很知道 七月很会做checking 很会做追踪 我说那追踪干嘛 为什么大家会需要追踪 神告诉我说 因为 因为教会常常 常常是 我们让大家读圣经 可是最最重要的一块 叫做遵行 这块断掉了 重点不是读圣经 重点是 重点读完圣经之后 要活出神的教导 是这个 然后我们才传递 是研读神的话 教导神的话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遵行神的话 他说孩子 你要教导 活法教会弟兄姐妹 要知道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活出神的话语 这是最最重要的 那我就抓住这个神的话 那第九节 再说一次 你要刚强壮胆 这是我的命令 不要惧怕 无论你往哪里去 上主你的上帝 都会与你同在 所以常常用这一句话 抓住这一句话 为自己祷告 那每次在 在比较彷徨的时候 就抓住这个话 那就是为自己祷告 弟兄姐妹 鼓励你在新的一年 一定要 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对未来 有任何的恐惧的时候 不要让 这个恐惧抓住你 你要记得 神的话语 是带有力量的 神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第二点 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 我们需要刻意的 养成 新的习惯 我们需要刻意 刻意很重要 新的习惯很重要 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 人是习惯的动物 那如果你按照 2021年 按照牛年 这一年的生活习惯的话 你如果有一些事情 想要新的目标 想要达成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需要刻意 养成新的习惯 美国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先生 叫做威廉詹姆斯 他被称为 美国的心理学之父 那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人们日常的活动 有超过百分之四十 是习惯使人 而非来自决定 很多时候 你以为那是你的决定 其实不是 那是因为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要这样子 所以在2022年 一定要戒掉 八件事 其中两个 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的 就是 有些人非常害怕改变 弟兄姐妹 我真的鼓励 你在2022年 或者是 或者是在 新的这一年虎年 你不要害怕改变 你要面对改变 勇敢的去接受改变 还有人是一直很怕 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弟兄姐妹 全世界70亿人口 当然每个人都跟你不一样 你要勇于拥抱自己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神创造你 就是与人不同 神并没有创造你 跟其他人一样 所以你要接受 你的宇宙不同 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去找到 你自己的使用说明书 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找到自己的使用说明书 不要害怕 与人不同 在国力的新年 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脱稿玩家 这部电影还蛮有意思的 他跟之前的player1 忘记中文叫什么了 那部电影 基本上有点像 就是这个男主角被设定 被设定 他是一个在银行上班的一个 一个员工 他被设定就是做那个角色 固定就是每天上班 几点下班 然后就是固定的对话 固定的台词 那很像我们某些人 就是每天上班下班 下班上班下班上班 然后每天吃饭睡觉 好像就是这样子 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 那直到那个 他是一个城市 城市设计师设计的 直到他遇见 那个女主角的时候 他生命就开始翻转掉 因为那个城市设定 他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讲的人设 人物的设定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 神对你有一个特别的心意 你一定要figure out 你一定要找到 神对你的那个使用说明书 在约书雅记的第三章的一到五节 这是另外一段神的话语 当时我在想要为火把教会 寻求方向的时候 神告诉我的一段经文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念一节经文 是在约书雅记的第三章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约书雅记第三章的第四节 来 因为你们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他们要引领你们 你们要在他们后面 大约一公里的地方 跟约会保持一个明显的距离 千万不要靠得太近 那这段背景是 约书雅要带以色列人 过那个约旦河了 准备要过约旦河 要进迦南地了 那这段路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 因为从来没有进过迦南地 除了那十二个摊子之外 其他人并没有走过那一段路 所以当时我在问神的方向的时候 那神就说 神就说 孩子我要带你们走一条新路 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 那当然我就更战战兢兢的 因为走过的话 基本上还可以看别人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可是神说 我要带你们走一条 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 那可是我相信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 愿意顺服神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如同第五节所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 来 之后约书雅对民众说 你们要洁净自己 因为明天 上主会在你们中间 施行伟大奇妙的事 弟兄姐妹 我们要信得过神 虽然我们现在走的路 可能没有人能够走过 可是呢 上帝会在我们当中 施行伟大奇妙的事 当我们全然降服的时候 那前段时间读了一本书 他讲到成功人士的六个共同习惯 那其中有几个习惯 我觉得蛮好的 第一个就是 阅读跟工作无关的书籍 你要多阅读 多阅读 我鼓励你多阅读 那第二个是走出舒适圈 走出舒适圈挑战未知 我想这个部分我常常讲 因为脱离舒适圈的时候 你才会好好的祷告神仰望神 第三 是常态性的运动 过年多吃一点难免 因为陪着家人 陪着家人的时候 我鼓励你不用说 我正在 我正在减脂 我正在干嘛 陪家人的时候快乐很重要的 可是你要保持运动 你要保持运动 你要保持运动 那千万千万不要 妈妈煮了很多东西给你说 妈妈我正在减肥 我正在干嘛 干嘛 减肥等到回到台北的时候 再来减肥 好那要学习 有一些事情就是要回馈社会 那他讲到一点是 保持让竞争成为成长动力的热情 这当我们比较 在教会里面 比较不会鼓励说 你要跟别人竞争 我觉得是又竞争又合作 可是如果要竞争的话 你就跟自己比就好了 我有没有比一年前的我 有没有比三年前的我 有没有比五年前的我 有没有比五年前的我 更加的成长 我鼓励大家可以这么做 然后最后一个我很喜欢 就是走进大自然慢活 有的时候我们节奏实在太快了 我们节奏太快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自己 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利用 连续假期的时候 真的是走进大自然 可以在虎年这一年 开始学习慢活 神而你需要学习慢下来 慢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好 最后 最后 当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最后就是 那努力面前 你要有目标啊 如果你没有目标 you go nowhere 你哪都去不了 所以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定一个目标 定一个目标 然后再往前跑 这就是神的话 也在腓立比书的三章 十四节 要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那我知道蛮多弟兄姐妹 都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祷告会 写下的心愿卡 然后鼓励 你把你的心愿卡 里面每一个心愿 把它拆成小的目标 比如说有人可能说 我在2022年 我要减肥十公斤 然后鼓励 你把它拆成四个目标 就是第一季 我要减二连五公斤 第二季减二连五公斤 第三季减二连五公斤 第四季减二连五公斤 然后你每一个成功 你就要给自己庆祝 庆祝一下 你千万不要前面十一个月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你到等到最后一个月 说我要减肥十公斤 那你就挖个坑子 给自己跳 如果说你在心愿卡写说 我在2022年 要把圣经读完一遍 那我鼓励你把这个大目标 换成小目标 是我在2022年的每一个月 我都要跟上教会的读经进度 那你每一个月去追踪它 这样追踪 这样成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你要学习 把大的目标 化成小的目标 这就是他讲的 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目标太大的时候 你达不到 如果你定的目标 跟你过去的现状 差异太大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 一步到位到那里去 所以你需要学习 把大目标 拆成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我知道他们在学习 跑长跑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连一千公尺都没有办法跑 你要跑一万公尺是很难的 如果连一万公尺都没办法跑 你要跑十万公尺 那你就忘了这件事情 所以它是累积 累积很重要 累积很重要 所以鼓励大家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累积 我们每一天成根 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读神的话语 就是那一点点 你知道成功人士跟一般的人差别 就是在那个一点点 跟孩子去打球 打那个保龄球 就看到我们隔壁球道的人很厉害 那打保龄球 都是那一点点 你如果每一局 你打的就是差一两个球杆 那个球 保龄球那怎么讲 反正就是那个球贫 好 那只要少每一局 你都是少一两个 一两个 累积起来 你那个分数就是一点点 可是如果每一次你都是strike 每一次都是全倒的时候 不管是一次或两次全倒 那个累积就不得了 所以弟兄姐妹鼓励 牧师在鼓励你在 在新的一年 在虎年 你学习在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点 因为神要神的儿女 多走一里路 你是不是可以就是多做一点点 每个事情就多做一点 那就很像打保龄球一样 你每一次都是全倒 全倒全倒 那个累积下来就不得了 累积下来就不得了 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要唱 一起来唱Air Shaddai 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新世如你 定不会将我错过 Air Shaddai Air Shaddai 你全知全能却染风险 Air Shadd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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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赞美你的生命 当我抬起头 看见星空 想起你火雨 与所有就有 你指头缠练 所有心胸 心事如你 并不会等我错过 Air Shaddai Air Shaddai 你全知全能却染风险 Air Shadd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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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赞美你的生命 Air Shaddai Air Shaddai You全知全能却染风险 Air Shaddai 我你的美丽的生命 弟兄姐妹 在牛年即将过的 剩下一天牛年就过了 马上我们就要迎接新的一年苦年 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祷告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神要我们忘记背后 神要我们忘记背后 可是过去的确是 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 可是我们不要卡在过去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为过去这一年 有值得向神感恩的事情 我们就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也把过去这一年的挣扎 带到神的面前 看看我们从过去这一年挣扎 我们学习到什么 我刚刚有分享到 我在离婚的时候有些学习 我在去年在教会的治理有些学习 我在我们家庭当中有些学习 我相信神会对你说话 我今天为大家祷告的时候 是祷告神的灵 要光照每一位神的儿女 让我们可以清楚 让我们可以知道 神要我们学习什么 记得弟兄姐妹不是失败 是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我们就开口来祷告 耶稣谢给你 今天早上带你每一位神的儿女 都可以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 圣灵 圣灵赐下你的恩膏 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身上 是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 对我们吹气 让我们可以知道 让我们可以知道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我们可以有哪些学习 当然如果时间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时候 主啊 或许我们对我们的家人 或许对我们的同工 或许对我们的同事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那是今天早晨 再一次对我们说话 对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心来说话 让我们在即将告别 告别牛年的时候 主啊 我们有一些学习 是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在神道理面前 向主来仰望 向主来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要继续来祷告 兄姐妹 或许在去年让你蛮辛苦的 那可是牧师真的是要鼓励你 牧师要鼓励你 永远不要对神失望 好吗 我们永远不要对神失望 因为神的信实怜悯 是没有止息的 是没有断绝的 可是前提是 我们可以连结于神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 让我们在 让我们就从今天 不用等到新的一年了 我们就在今天开始 我们每一天跟神 都有很好的连结 耶稣说我是神葡萄树 你们是侄子 当我们连结于侄子的时候 侄子仅仅连结于葡萄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耶稣的生命 源源不绝 永远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所以那个诀窍 就是与神连结 我们就一起开口 到神里面前来祷告 是的 主啊 谢谢祢 今天早晨 主啊 我们再次来到祢面前 向主来祷告 带来每一个神的儿女 主啊 在新的一年 我们都跟祢 紧紧的连结于祢 以至于我们生命 可以不再一样 是的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生命可以不再一样 因为祢就在我们的里面 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高强壮胆 不惧怕 是的 今天早晨 主啊 我们再次来到祢面前 向主来仰望 向主来赞美 向主来敬拜 是的 主啊 谢谢祢 哈利路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赞美主耶稣 哈利路 我们继续来祷告 我们继续来祷告 我们就是祷告神 让我们愿意重新归零 让我们在吉祥 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 把过去一切不好的 通通都reset掉 如同约瑟 他说马拉西 他给他的长子起名 叫马拉西 只是忘了 过去那些事情 神不要我们停在过去 更不要现在过去 神要我们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 能够向前 努力向前 是因为 背后可以放下 所以不要再跟过去 过不去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起开口 到神那边 起来祷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 重新的归零 我们可以按一个reset键 再一个restart reset再restart 我们一定要先reset 才能restart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啊 谢谢祢今天早晨 带领每一个神的儿女 主啊 我们都按下重置键 重新 重新 重新设定 是的 主啊 带领每一个神的儿女 主啊 我们不现在过去 我们不现在过去 是的 主啊 乃是忘记背后 乃是忘记背后 是说我们只不在现在 过去的里面 是 主啊 祢亲在包上带领我们 今天早晨 祢神快所吸引我们 将我们从过去 那个坑里面拉出来 是 主啊 今天早晨 我们就到祢面前 向主来祷告 向主来定拜 向主来赞美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赞美主耶稣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我们相信 我们未来在神的手里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是有极大的盼望的 我们就得开口 我们相信也宣告虎年 2022年是神的儿女 大有盼望的一年 我们要经历神的丰富 经历那个 阿尔萨带的神 我们自己开口 向神来祷告 所以主啊 谢谢祢 是的 今天早晨 主啊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向主来祷告 是的 主啊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 我们未来在祢的手里 好的无比 是的 主啊 因为神的儿女 在今天早晨 被圣灵的恩格高抹下来 高抹下来 无限制的高抹下来 圣灵更厉害充满我们 以至于我们里面是有盼望的 是带领每一位神的儿女 我们在2022年 都要经历那位 阿尔萨带的神 是祢的丰富 是祢的慈爱 祢的信心 祢的怜悯 是带领每一位神的儿女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就来到祢的面前 向主来仰望 是 主啊 谢谢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祢 阿尔萨带 阿尔萨带 你全知全能缺染不深 阿尔萨带 阿尔萨带 我第一个美丽的生命 我第一个美丽的生命 主啊 谢谢祢 今天早晨 对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心来说话 我们相信 我们也宣告 2022年 古年 是神的儿女 大德丰盛的一年 因为主祢的名 叫做阿尔萨带 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经你的信实 经你的保守 经你的丰盛 远远超过所求所想 我们相信 我们未来在祢的手里 我们的古年 在祢的手里 好得无比 谢谢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把荣耀赏 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透过永成牧师的信息 来激励我们 也来鼓励我们 相信当我们 从新归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的能力 重新开始 在这边也要祝福 所有的火把弟兄姐妹 在新年的当中 祝福你们 都可以与家人和朋友 大大的经历 从神而来的恩典 也可以将福音的好消息 带给你周遭的亲朋好友 最后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我们下周主日见 拜拜 拜拜 嗨 火把人们 大家新年快乐 相信你刚刚已经 透过永成牧师的信息 被大大的激励了 接下来呢 我要再次的欢迎 我们所有的火把牧者 耶 今天在聚会的最后 我们有一个挑战 就是要请每个牧者 写下他觉得 2022年最有代表性的 一個字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牧者们写下什么字吧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第一組的牧者 可以開始寫下他們覺得 2022年的代表自情 好 來 永成哥你寫的是什麼 10 10 感覺每個角度他都給是10 就是 好 10 那永成哥為什麼是10 最主要是 我們講十字架 垂直這個部分是對損神 所以合一對齊要跟神對齊 然後這個水平這個部分是 我們要愛弟兄姊妹彼此相愛 然後我用詞來為大家祝福 所以就祝福大家在新的這一年 十分的健康 十分的平安 十分的幸福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寫的真的很棒的 來美玲師母講一下這個字 因為如果我們常常在基督裡 聖靈內住在我們的裡面 就可以帶出合一的靈 所以在這裡要祝福火把的家人們 新年期間所到之處 都充滿著平安喜樂 充滿合一的靈 然後到這裡我看到的就是 不安排你出牌 新年牧師的風格 來看一下這什麼字 我寫的是 STRONG 自己領受在團隊當中 我們需要在勇氣和牧羊裡頭 真的來牧羊神的群羊 並且在那個過程當中知道 神永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剛才撞展不懼怕 面對各樣的挑戰 我們都知道神 祂是賜我們力量和勇氣的神 所以我寫一下STRONG 好太好了 謝謝信仪牧師的STRONG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最後 這一個慣例牧師 好 我寫的字是 不是錯別字喔 我是故意寫 我少一點 因為當我少一點的時候 教會就合一了 那我要祝福所有的活靶人 今年真實地認識自我 認識真正的自己 在上帝面前有很好的健康的自我形象 教會就合一了 人家是倉截造字 我們這裡是有慣例造字 好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第二組的牧者們 他們都已經就定位了 那我們就邀請他們寫下 2022年最重要的一個字吧 來 請寫 好了 來 志祺哥你寫的是什麼字 意 好 不是因為我的名字叫志義 是因為我們都要學習合一的話 就是把我自己藏在羔羊的底下 然後我們的生命常常高舉 耶穌的時候就容易合一了 然後祝福大家 就去看福音十章十節 羊來的事將讓我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哇 太棒了 你的我怎麼沒有少一點呢 因為管理牧師已經用了 管理牧師已經用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明杰牧師 好 我寫的是一個好字 今年是普年 所以台語叫做後 對 所以要祝福大家 今年是一個好年 當女 女人跟男子 加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好字 就是一個合一了 所以祝福每一個 每一對夫妻想要孩子的 在今年都能夠得到女孩跟兒子 OK 你起師母 我寫字開 鼓勵弟兄姊妹 向神敞開 然後向人敞開 這樣子新的一年 就可以每一天都 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太棒了 好 我們謝謝三位牧者 好 最後一組的牧者 我們看到最年輕的一個世代 耶 請他們一起寫下 屬於2022年的關鍵字吧 為什麼一邊寫一邊笑 我知道這個桌子其實蠻矮的 有點不太符合那個 不符合我的那個 這太矮了 來 嘉欽先說一下 妳的字是什麼字 我的字是心 為什麼寫這個字呢 因為我發現 如果我們要合一 我們就很需要有 從聖靈天天來的新的眼光 當我們有新的眼光 我們的生命會改變 我們的心會改變 就可以去愛人 就可以真的合一 阿門 阿神 你們兩個在幹嘛 到底 還好嗎 好 來 好 我們先看一下影中 這也太醜了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訪問人的嗎 為什麼是中呢 因為中是一個口 再把它劃掉嘛 所以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可以在2022年 少說一點 多做一點 這就是合一了 所以祝福大家 可以在2022年 就是以中為始 在主愛中 一起在合一的裡面 繼續往前進 少說一點 多做一點 阿門 阿門 好 謝謝影中 最後一個壓軸 這字寫得不錯啦 好 我寫的是門這個字 然後因為期待新的一年 人人都可以成為門徒 然後在門徒的意象當中 人就可以合一了 對 門徒的門不是這個門吧 阿剛剛不是有在說 一年人人都可以成為門徒 有在講你沒有在聽 祝福新的一年 所有的活法人 都能夠在門徒的生命當中 如虎添翼 生龍活虎 感謝牧者們為我們寫下 你的2022年關鍵字 大家一定沒有想到 我們的牧者團隊 居然是如此的同心合一 最後這些一個一個的字 真的可以拼成一句話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句話就是 在神的十架 心意中立開 我們好十二 好 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